好,今晚很榮幸邀請到大師 不要吳大師 我們剛剛在某個報紙刊登了那天 一個風月宴,反應都很好 你很美,我喝醉酒,亂說話 最重要的是,序大師 那晚我只是隨口說 那晚食材居然如此名貴,都會變了配角 因為你們的話題太棒了 有次官在 有你,鄭大師,有次官,還有另一位 甚西成先生 我們三位女士,作為後土 坐在那裡扮阿菇,很好玩 很好玩,真的很精彩 很多朋友說,那幾個阿菇很傻 很傻啊 最可惜現在就沒有了這一行 那時候,這個所謂技,真的有不同現在的 馬上拿手袋走去那些 比較有些文化水準,有些墨水 還有情趣,有耐性 差飲場靚 對,差飲場靚 起碼還要靚 之前呢,大師 中國很久已經有這些行業了 其實呢,這個最古老行業 可以說有人類歷史就有的了 有需求就有供應 在春秋戰國的時候 是那時候用來收作軍用費的 有些說,有些說 在早的時候叫做毛的 是啦 毛婆的毛 對,毛婆的毛 最早叫做毛的 這個呢,阿菇,呂王,你可以說 西方的巴比倫 廟記 廟記 現在在印度也有的 是嗎?我也有 在印度也是,就是你 某些地方,不全部 但是你要去提供這個服務 你要去廟裡 然後你要等到有人 和你這個consumate 就是完成這個行為 你才提供了一個服務 你才可以回家 你說的是男方嗎? 女仔 女仔? 要找一個男人和她的服務 去侍復一個朝聖者 是嗎? 如果美女的人很快就搞定 很快就回家 很快的 但是如果是生得不漂亮的 就等很久 很可憐 可能等幾年 即是自動衍生的 例如那些 打官司就不受 你不行的 你不是那個教 我在印度的時候 是同一個廟裡 我去了四次 她都不讓我進去大殿 因為歧視我是外來人 那些就是真本土 記意也有分本土 不是記意 我想進去大殿裡參拜 參拜都不可以 就算穿了他們的民族服裝 都不給 她看見你的樣子 就知道你不是本土 你當然 你當然 我也知道你不是 你塗了一塊眼都不像 我塗了啡也不行 我們說回 以前中國是在三王五帝的年代 你說管仲的時候已經有 管仲的時候已經有 春秋見過了 春秋那時代 這個有歷史記載 其實是一種軍費的集務 即是陪軍人出征的時候 那些人給錢 那些嫖費 是國家收集了 然後不是作為私人的用途 不是富有 是給國家做軍費 因為奇怪 那就是他就是官職 就是官職 啊 是 官職 官職 就是名相 他想出這條條條條條很可 實在是 其實文雅的祭字 有些是企人編的 不是女字編的 當時已經有一定的文才 就像現在日本的藝妓一樣 對,日本的藝妓也是人一邊 但這是集了我們中國很多由唐朝傳過去 很多時候在那個年代,所謂企人一邊的藝妓是一種音樂家 唱也可以,彈也可以,應該是作曲也可以 我在京都很難得看到藝妓,在街上 我一直追著他去看,因為很冷 我去的時候是西曆二月後努力連線,還是冰封的 但他們的領子翻得很厚,是要見到月位,白色的頸 月位叫大椎,頸後面突出那一塊,是要塗到那裡 吊到很低,但很冷,可能外面也有一個披肩 但那個位置,頸是很怕冷,很怕著涼的地方 他們這個專業,我們覺得真的很重要 其實很可能好像劉大師說,唐朝傳過去的 好像看珍花是女圖,都是有類似這樣 美女所描述的 即是說這樣這個是一個很性感的位置 類似一個頸,粉頸 對,要被人看到粉頸 那條街現在也很出名,叫花街 大師去過了,也去過 對,很短短的街 神女花街,條文化 這個花街,有人感受的是普通的妓女街 這個街最出名的,在香港出名的是另一套電影 沙利麥蓮做的 對,沙利麥蓮花街神女 叫花街神女 那個男主角已經是職琳蒙 職琳蒙是鞋星來的 對 就追這個這樣的 他做過警察的,職琳蒙 對 就專門捉雞 對 誰知道,跟那個妓女 就在最後一起 對,喜歡了一個妓女 中間有一個職業上的衝突 但有感情上的和諧 這套戲很好看的 這套戲很好看的 很可愛 這套戲很難選的 另外,有一個朱古力 那個頸是用of-38 那的餅子是玄斗更tro 那時是新年來送禮的 叫做花街披症 佛麗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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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是 畫個扒素 那之前在 astronomy 有很多妓女地在 paying 讓很多僅僱 對 有些客人在街上問我們是否叫做捐燈籠底 外國是沒有燈籠的 不過好像我們那晚說在石塘咀就捐燈籠底 因為每間妓院門口都有大燈籠掛在 你進去就要彎身 要虎身進去 所以叫捐燈籠底 我想問一下妓院不論是女字旁還是企人邊 那是否也有一個性格的意義 即是提供性服務 還是某種表演或娛樂都會歸入這個範疇 其實企人邊那個就好像你說的 就不是涉及性的 原底就是這樣 即是表演某種技藝、唱歌、唱曲 甚至作詞都有的 比較上是提供性服務的就有一個女字旁 沒錯 說到這裡就進入香港本土 好 香港本土最早的歷史上 最早的花街在哪裡呢 最早一條就很早了 開埠了兩三年 應該是1844年 嘩 剛剛上來的 對啦 有一條叫做倫核市街 哦 即是現在哪條 他英文叫做Linhus Terris 啊 尖沙咀是嗎 不是 中環中環中環 我還沒聽過 現在有間叫做太昌賣彈塔那裡 是啊 我很少來香港島 所以真的不知道 不用了 聽說有見聞有見聞 那143年開始已經有了 那時候那條街的範圍 那些全部是西洋昌記 哦 是嗎 是的 另外有一條橫街 叫做 叫做 郭士納街 吉士粒街 吉士粒街 郭士納是一個英國的翻譯官 哦 吉士粒街 那些人叫做紅毛嬌街 哦 現在是不是叫做國倫 不是 那條都是叫做吉士粒街 有些人叫做紅毛嬌街 其實在國倫街也有很多妓院在那裡 嗯 因為很近 國倫是一個英軍上卓 英軍上卓 英軍上卓 因為兩條擺花街和國倫街 黏著 兩條擺花街 另外有一條紮行 叫做吉士粒街 吉士粒街 就叫做紅毛嬌街 嗯 那麼早期的妓院 就全部就開在那裡 為什麼要讓婦呢 因為那裡當時就有很多的英軍 還有英國人在香港生活 哦 上岸那些 上岸那些 是來開發香港的時候 什麼娛樂都沒有 要溝通到 要溝通到 哦 有些洋記在那裡 那些洋記是怎樣去聘用呢 當時來說 有需要就有供應的 就是這樣 這樣就好了 就有很多人做的 很多洋記 很遠路來到香港 有些就在澳門過來 有些葡籍的那些 從澳門過來 那些紅毛嬌 哦 紅毛嬌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現在想回 鄰近 不是我們北邊那邊的鄰近 是另外一邊的鄰近 有很多俄羅斯的 是啊 那個年代會不會有俄羅斯 也有的 其實當時什麼國佳麗都有的 當時那些叫七十鳥 那些龜婆 龜婆 寶姆 他就在報紙上登廣告 輪核市街多少號 樓上有上等蜜糖出售 哦 Honey 哦 所以你另一半 稱呼你做Honey 你都很小心 哈哈 是啊 如果誰想買蜜糖 就要先帶一盒花 另外只想你 當然還要付錢 然後還要付育金 然後才可以作一席之歡愉 我沒有買花給你 放心 我今天雖然穿成這樣 但是就這樣情形 因為太多人去買Honey 所以那些花檔就越開越多 哦 即是百花街 哦 那就百花街 一直到威廉頓街 現在那天我們喝宴的酒樓 是啊 再過一些 得幾立街 再過一路上 去到一條叫做雲涵街 雲涵街 雲涵街 半山的 不是 雲涵街可以到娛樂行那邊 娛樂行那邊 即是戲院那邊 是的 以前娛樂行即是娛樂器院旁邊 即是現在有一間馬沙那邊 那裡有很多花檔 即是由百花街路到那裡 所以那條雲涵街 亦有個別名叫賣花街 哦 那時候那區真是繁榮昌盛 昌盛 今天真的學了很多東西 我真的沒聽過 還有一樣 當時的百花街 我以前住在那裡 你住在那裡嗎 我住過在那裡 我都不知道 幸好你那時候不是百多年前 不是的 不是的 上一輩子我住在那裡 我不知道 但我都在說十多年前住在那裡 都不會知道的 百多年前就當你 鹹水妹的阿菇 所謂鹹水妹 因為懂得幾句英格鬧壽 就叫做鹹水妹 當時來說 我聽過鹹水妹這個名字 我想問一下 例如日本 就出名說 她是指招呼日本的客人 是的 很多外國來的 她未必招呼 後來說經濟不好 都開始招呼 但可能就會拒絕鄰近地區 因為太粗魯 而且經常都覺得 要報國恥 很奇怪 但當時 這個百花街的陽樓 鬼妹 他們會不會接唐人的客人 其實都會有的 但當時另外一個唐人的昌記區 就叫做太平山昌苑區 就在現在的太平山街 和荷里活道 甚至上到堅渡 差館街那裏都有的 都有在那裏 就變成華洋分開了 分開的 因為當時的華洋分隔線 就是阿北甸街 阿北甸街 所以這個分隔線就名存實亡 所以這個分隔線就名存實亡 即是你河水不犯井水 但你知道 有需求就有供應 有供應 剛才阿美女說過 有些日本昌記 後來在那裏 也有嗎 有 日本昌記區在那裏 在灣仔 有一條叫大林把那一條 一條叫春元街 一條叫三板街 三板街主要都是日本昌記 你知道日本來中國那裏 那裏叫大林把的意思是甚麼 不知道 因為他在窗記的門口 寫他的號碼招牌 是寫著很大的字 為甚麼 形容影 就寫著大林把 差不多那個卡這麼大 差不多一張A4紙的張半 寫了No.1 或者No.3 有門牌 現在還保留了很多相片 他研究香港古相片 有一部份都是我提供給他的 在收盾球場那裏 就拍到那個大林把 拍到大林把 就是技管 這個不只是香港 是 是新加坡也見過 新加坡也有大林把 你說的是牛車水 牛車水 都是林把 我想問一下 洋樓 即是鬼妹 他們就是燈報紙 是 如果你想買蜜糖 就買一扎花 所以令到那裏 就繁榮昌盛 有很多花圃 雖然叫擺花街 但是如果日本的妓女 還有那時中國 即是駝地 我們叫做本土 他們的 那補充客人的方法是怎樣 其實是這樣的 他在灣仔 另外一個洋昌區 就在春圓街那裏 因為以前灣仔 那些華人很少在這裏 那些華人喜歡 住在西端 所以不是東風壓倒西風 是西風壓倒東風 那時候就這樣 變了那個灣仔區 就住了很多洋人 尤其是那些非洲人 那些葡萄牙人 還有菲律賓人 當然 灣仔有一個叫大佛口的地方 也有很多日本人 這裏很出名 所以那裏 就有一條三板街 專門是日本妓女 在那裏 即是現在 大佛口上高的那些 星街、日街 那些都是日本人 很多日本人在那裏 因為當時 即是現在 有一間太古廣場 提己奇 最新的座 以前有一間大佛洋行 在那裏 所以那個地方 也叫做大佛口 就是這樣來的大佛口 當時那個區 有一個名字 叫小東京 小東京 因為多日本人 多日本人在那裏 華人 就是要到1930年代 而是在班樂灣仔住的 以前主要都是住那些 外國人 和日本人的那裏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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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之後呢 香港試過一段時候 公昌 是 即是說政府准許發派 開妓院 是 這個 什麼時候開始呢 有這個公昌 公昌 最早都是我剛才說的 大概1844年開始 1844年 一直到1879年 但是呢 一時就准 一時就不准 到1879年以後呢 就正式合法了 公昌 一路呢 這個公昌一路維持到 1932年6月呢 就禁止那些洋昌了 是 禁洋昌先 禁洋昌先 禁洋昌 禁洋昌和禁日本昌 是 禁歧視啊 大號碼就先結束了 是 然後到1935年6月30日呢 就禁止華昌了 嗯 以後呢 公昌的制度就沒有了 香港沒有了公昌 沒有了 就變了私昌 他的公昌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 今時今日 香港就是說 如果 是 申請就不行 是 譬如舉例 就是 要講價 次官介紹我給 鄭保雄大師 這樣就不行的 就是你這樣抽就不行的 是 但如果我和你直接交易 是 就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的 一頭一封而已 是啊 你不知要不要搞出兩個人在這裡 不能夠認 就是這個叫做集團經營 是 不能夠多人的 但是那時候 你說公昌的制度就是 你多少人都可以 都可以的 有介紹的有保務的 有龜公的都可以的 有 好像我們上次說 就是一間妓院 就佔了 鋪面的地下二樓 鋪面的地下二三四樓 佔了 整座樓就有七八十個妓女 所以你說 八王喜劍 就要請了 七八十個 當時就是這樣的 每層樓就有很多板間房 每個板間房 每個板間房 有一張鐵床上下卡 上下卡 上卡一床 這間房間是床上兩個妓女 就是這樣的 公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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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那時聽聞 不是在石頭咀 最早 如果說華昌 就是 我剛才說 就是在太平山街 荷里活道 還有 東街西街 甚至去到堅島 都在華昌 後來華仁床 華仁華昌 偃昌 猛烈的轟炸,那些房子十间就崩溃了,你说九间就好像重要的,七间就一定的了 那里形容那晚,那个窗戒区,每个人在那个妓院里面,开炎座花那时候,谁知心里来一场大风大雨 在那里又怕那屋崩溃,走出去又怕被那屋崩溃,回家又怕自己那屋崩溃 我都不知怎样,在街上走来走去,有些用棉拖去捲住自己,这样就不知怎样了 那有些妓院,有些酒楼那些,就是有些人就说乱乱一些财物,守着财物不肯走 有个女儿,有个龟婆叫活炎罗的,众需要变成真是炎罗了,真是这样 守财劳 是的,那一场风就很重要了,那一场风之后,那个地区就沉了很多 酒馆又沉了,妓院又沉了,但是心里又重复了,但是重复了,又重复了第二场灾劫了 第二场灾劫是什么呢?1894年5月那场疫症 那些人说是鼠疫,是不是真的? 是的,是真的鼠疫,由那场疫症,尾后就有电灯铲挂老鼠箱,洗太平地,掃灰水 所以叫太平街 是的,这样就心里,政府将它搬去那条水坑口街 水坑口,你知道哪里呢? 湾仔吗? 不是,现在都是上环 石水渠那个? 不是,水坑口街 就是叫水坑口 在上环 在上环 是,我们在公园旁边 对,我们打麻将,经常说是水坑口来的 就是乱鬼,让人鬆张 水坑口 是的 其实那时候,那些人用了地理名词来喊完串人 是的 叫水坑口 其实所谓水坑口是这样的 以前是一条大水坑 真的有的 在那个,即是现在呢 你走到那里呢 就有,未到那几间潮州馆 那里 出名,直到你没产的那几间 那几间 那几间潮州馆 未到那几间潮州馆之前 那条上荷里活道那条街叫水坑口街 是的 那话说呢 1841年1月26日 英军就沿着一条大水坑 就登上去当时的荷里活道 一座小山江叫做Possession Point 占领国 占领国 升起第一面英国旗 是的 那条水坑口街 早期叫做夏河里活道 是的 那后来就改了名叫水坑口街 因为以前有大水坑在那里 但是它的英文名很有趣 叫做Possession Street 一样叫做Possession Street 占领街 但是中文叫水坑口街 英文仍然都是Possession 是的 那这个就 除了历史 真正历史的历史之外 还是娼妓的历史 都在那里 都在那里 水坑口街 那其实呢 这个地方都不是很方便的 其实就是这样 方便就很方便 因为它很近南北行 因为南北行 香港的华人的大富商 都坠在那里 是 有段全盛事 那时候是米商 海味商 药材商 药材商 还有做燕疏的 都在那里 就是贸易区 还有船务公司 哦 那就好了 每个都发达的 这样就好了 晚上收工 走两步 就去到水坑口 那些酒楼 方便方便 即是现在的人 就是收工就是快乐 不是快乐 那时候的大妈傻 就去那里 那里 我说不方便 我记错了 是后来搬到石堂 也不方便 是 就因为这样 水坑口去到疫症之后 政府发觉到那里都是人口密集的 那就怕它又是玩多一场疫症 那当时发觉 原来香港人口最密的地方 就是那个区 是吗 那就不行了 那刚刚呢 当时的石堂咀呢 就刚刚填海 还有呢 填地 那些所谓的石堂 是为什么呢 以前所有的石礦场都是石堂的 那些人就在那里 拿那些花糠石 拿得太多了 变成了石堂咀的地段 好像是窝了 就像窝了 套在那里 变成了一个湖 美后要填好它 是 没有平地 是的 另外呢 在外面一个叫做海军湾的地方 那是填上海 那然后呢 就有现在的山道 德庫道西 那个电车总站那里 要不然呢 就直接是一个石堂 是填出来的 是填出来的 那有些就 挖空了填上了 是的 有些就填海填出来的 所以现在香港人 这句名词都很贵 是 填藤 是的 那当时就很有趣的 那些人喜欢住 我刚才也说 住在西边的 是的 那当时来说 有个港督 就叫坚尼地 坚尼地 坚尼地 现在很多人都坚尼地 就是现在的坚尼地 是的 但是那些人都住在坚尼地 中间这里很荒涼的石堂嘴 没有人在这里住 是的 搞旺渠吧 那不如呢 把水坑那些寄院 和酒楼 都搬去那里 那是实旺 是的 那就是限制在1905年 要全部搬去 但是心里 那些人都说 我搬不及了 大哥 那是港督 那怎样啊 那给到06年 给了两年 那是 然后呢 就由水坑口旺 樊穎 就迁移了去石堂嘴 唐西风月 就由那时候开始说 是的 那其实呢 我又觉得 比较奇怪一点 因为呢 就算搬了那里 是会旺 但是呢 那些人呢 搭什么车去呢 这个很有趣 有心的 潮盛都会去嘛 有钱人不会走去的 真的潮盛的嘛 你知道吗 不会走去的 好像那些人去墨家 那样 当时呢 有几间酒楼 有十几间酒楼 包括观海楼 那些其他什么什么 泰湖 洞庭酒楼 还有呢 醉氢楼 那些很多的 包 那这样就陷入了 就这样 晚上 我们呢 就在水坑口 停几辆马车 在那里 马车? 是的 一辆马车可以载几个人 马车呢 由一百四几年开始 到一九二几年 都有马车的香港 那样呢 就还有些人力车 那些叫做手车 黄包车 是的 这样就好了 那就有水坑口 以前呢 也有一间叫做燕亭林的酒家 那些呢 全部都有些马车 和黄包车 载你那些饮客 就由水坑口 拉到你去石塘咀那里 哇 但是 烟费啊 都是他说在酒席那里 抽水 抽上去 其实你想想 鄰近地区 都现在也有做一件事 那些梳拿浴場 是的 都说会在黄江口岸 羅湖口岸 专车接送 原来就是那种 你去澳门 现在也是 再去酒店 发财车 这个不止 我说这个 很色的事情 以前 九龙城寨 就有舞场 你知道那些 跳舞那些 那些舞场 那些舞场 当然是跳 艳舞 艳舞 在油麻地 现在我们廟街口 就有些专车 坐四五个人 车你去九龙城 因为九龙城 那些人可能不懂路 不懂路 而且没有人带进去 那个地下的人 你进去的时候 你都害怕 你都害怕 你害怕 有十个 濕濕濕 那时就有专人 是有专人带你 有专车带你去 有专车 有专车 那样的 说一说 就是五十年代 那时候有很多间电影 电影 电影院 最著名的那时候 有一间叫龙凤 一间叫龙门 多数用龙字来改 因为那里是九龙城 是的 或者是龙徒 龙团之类 那些 有很多间的 就上映一些小电影 还有真人表演 有一间叫华星 有一间叫华星 是的 那因为当时来说 就是鸡丫狗 黄岛独 砌了 什么都有 那些人开始 石狼咀 石狼咀 去了那里 光顾了 那整个石狼咀 是否先建了酒家 其实两样一起的 有些 寄院和酒家 梅花间竹 主要集中在哪里 一条叫新水坑口 或者叫水塘口 那条新水坑口是什么呢 就是山道 现在是山道 山道 因为以前在香港大学 一直到现在的电车站那里 是一条大名渠 是的 所以这些人叫做新水坑口 也叫做水塘口 因为那些博富林水塘的水 就经过那里 所以叫做水塘口 那样就是 好了 除了我刚才提到马车 和人力车之外 很幸运有一个新的交通工具 1904年开始就有电车 是的 那些人就坐电车 铺轨到那里 是的 那样就是这样 以前晚上有一班 专列的电车 就在尼姆台戏院 说起1922年那时候 已经开始了 尼姆台戏院 就去到石堂咀 方便你那些人看完大戏 十二点散场 有个专列电车 在尼姆台戏到你去唐西 那么好吗 那么好玩 另外还有1923年起 就有一线专的巴士车 就叫做明远汽车有限公司提供的 当时有个叫做明远游乐场 是的 姓明的名 那他就在北角新都城大厦左右 那里 现在也有一条明远西街 那里的明远汽车公司 就有个专的巴士 就有一条专的巴士线 就在明远游乐场 载你那些玩完游乐场的 载你去唐西那里 哦 再去喝过 再去玩过 但是唐西那时候 经过我们上次唐西风月宴 是的 那学到的东西就是 原来那个消费很高 是的 并不是尋常人家 普通打工仔 能够消费得起 是的 而且不是好像现在 很终俗地说 那些什么 百二元 或者几百元 不是的 你想一夜夫妻百二元 是的 真的是傾家荡产 傾家荡产 真的 他又不是完全超贵 但是为什么又会那么容易 每晚都会有很多人要坐车 包车 又有电车 其实他坐车去 很多人就去打水围 就是说打水围 这个名词 是的 所谓打水围 你去到看东西 见一下美女 你就可望而不可跡 很多都是这样 他都觉得很有趣 又坐车回来 是的 举个例 就好像香港人去到荷拉和登区 是的 荷拉的圈 看一看 举个例子 那晚我们意猶未尽 说不到 我今晚 郑大少 喂 劉大师 今天我们再找10个人 大家一起游戏去西征 西征 西征 就是消灵贵 东西丁山征西 现在就说一路向西 是不是 那么就是西 電燈著鬼曼腳,或者電燈光腳步忙,以前五點鐘是放工的,有些宜和洋行也是四點鐘是放工的 匯豐是三點的,匯豐,去到一九六幾年都是放三點的,匯豐 你想像不到,中午休息,十二一點到兩點半是休息的 匯豐,去到一九六幾年都是這樣的,西征就這樣,找十二個,走去唐西,金陵酒家,放了酒 匯豐,然後每個人寫一張花毯,然後叫菇來 即是叫趙記,趙請 菇來到,然後見一見面,蜻蜓點水色,又去下台 那個菇走了 我是阿菇,你們兩個請我來,到一到,我會坐著喝一杯飲品 或者喝一杯飲品,或者見一見面,見一見,劉大少,他就走了 很久沒見了,他就走了 然後到十二點,尾圍,他就來了,坐在你背後,變成後肚 後肚,坐在你背後,吃完美圍,八大八小 會吃到幾點呢?十二點開始,會吃到幾點呢? 吃到一點多兩點,然後就回去,阿唐,假如我,有阿余花,劉大少有這個美女 有阿歐小姐,一起各有各,回去她的香歸,她的房間 那個香歸就是在妓院裏面的 就是兩個屋架床 當然,她未必會在房間,或者在她的大廳接待你 很多時候阿菇都不在 有時候是陪著你,她就走了 跟伯伯仔走去溫泉 與伯伯仔走去溫泉,不關你的事 與伯伯仔著數嗎? 對,你坐在那裡,花十元八元 就由豆粉水,或者療口掃,給瓜子花生,甚至鴉片煙 給你一杯茶,然後你喝完,沒什麼癮就走了 這叫做打水圍 哦,這樣叫打水圍 在上海也叫做打茶圍 我先來清楚情況 如果你是早點的,即是六點鐘 去到八點鐘頭圍 阿姐,阿菇就請停點咀 來到,說一聲嗨,劉大少,你好嗎 我們一直在聽歌,聽人唱歌,等等 要吃兩餐都一晚 要吃兩餐,以前擺酒是吃兩餐的 難怪這麼多東西 飽死了,八點吃一餐,十二點再吃 例如你們兩個,剛才八點鐘頭圍見了我一面 即是傳了一個花煎過去 你說一兩餐,一兩餐 然後我來到,說一聲嗨,然後我走了 十二點就陪你吃美圍 但我是不是一定回來的呢 其實多數都會回來的 你一定在美圍會有些賞賜給她 可能賞賜幾十元之類 你想試給我,不是我想試給你 這個阿菇就走到很多台 或者去一些俱樂部陪她另外高級的客人 因為石塘咀左邊也有很多俱樂部 一勿就幾道 總之八點至十二點,就會有不同的客人 或者她可能陪她的湯圓一起玩 總之沒有你份 是真愛,因為那邊是真愛 她貼文紙也有真愛 十二點回來 陪你做後土 但是我這樣說 你很多人有擺頭圍 很多人擺了八點 那她要選一個,就會吃美圍 是呀 會選一個 簡單來說,也有人會落空 有人會落空 等吃完頭圍,再吃美圍 都未見到阿菇回來 是呀 心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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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再來 如果阿菇回來和你吃美圍呢 你有機會有下文 就和她打水圍 回去 回去那個記者裏 打水圍 亦落空 有時候她會陪你 有時候她會陪白板 一樣是說 又是要看你文數 又是要看 但她陪你,她未必代表有下文 沒有 沒有 聖服務未有 對呀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就會說 是否有霸王爺宴 對呀 你呢 還要整天去這樣做 做很多個晚上 然後呢 就是和那個 所謂七十鳥的龜婆談談 我真的想她陪我睡 然後呢 就是叫做 龜婆說你買一餐霸王爺宴 要找四人 由三百到五六百 一圍 一圍 就是玩一晚 包括幾圍的 請了這麼多 那些 全紀院的阿菇 你說有七八十個阿菇 七八十個要請到她 十個人一圍 十二個 十二一圍 都要六圍 六圍多 六圍多 有些可能放到十四五個人一圍 六圍多 你又可以請朋友來 請朋友來 那其實是不是一個隱喻當擺酒 差不多 當好像假結婚擺酒 結婚擺酒 然後她就是和你洞房 那洞房在那裏 不是 是酒店 又出外面 所以享受乾煎石斑 很多就在酒店那裏 一直想著洞房 為什麼新人都未到 都有 那不是什麼 有些等到天亮 都未見獄人來到 然後呢 很醜醜 很醜醜 和 純焦 涉乾 什麼 燥火都離開了 好像等什麼 等不到 那就叫做乾煎石斑 真是石斑 但你擺放霸王夜宴 都可能會乾煎石斑 都會的 很多時候都是 你遇到一個 不顧商業道德的阿菇 其實當時也有個說法 告到上法庭也沒有用 你有嗎? 因為法律是這樣的 如果你放款給妓院 收不到 你告上法庭是沒有效的 是嗎? 因為妓院是一個 完全不講信用的地方 哦 官員已經準備好 對 所以當時來說 有一件事就是這樣的 所有洋人不准去唐西妓院 如果你接待洋人的 這間妓院 立刻要卸燈 所以卸燈 即是關門 不用做生意 嗯 所以你不需要有一個 洋人臨妓在這裏 所以 洋人繼續買蜜糖算 洋人進去買蜜糖 你先買蜜糖 你想想洋人的制度 買蜜糖 送回蜜糖的制度 是啊 其實她是包生仔的 是啊 一定有下文 是一定有下文 反而唐西姐姐 就玩到你瘋了 那就是說 唐西是沒有洋記 唐西是沒有的 真的沒有洋記 沒有的 全部都是中國的阿姑 全部都是唐地 如果你說洋記 很本土 洋記也是在那個 就是 鄰河市街 後來 就在皇后大道宗 還有現在北打街那一帶 她是拉客的 很多時候 站在街 拉客 試過在現在的 中建大廈那裏 1907-08年有一次 有個洋記拉客 拉著一個叫做Henry May 那裏是警務處長 那裏又做過警務處長 那裏又做過警務處長 08年被她拘捕的時候 她被妓女拘捕的時候 她是報證師 當時叫做副證師 1912年 那裏副證師做了一個港督 後來做港督 被她拘捕了警察 拘捕了警笛 拘捕了警笛 拘捕了妓女上去 罰了25元 好結 也好結 我跟你們說一下 你們在家裡找到 劉大師是世家 如果家裡有張25元的紙 我很恭喜你 以前有25元面值的紙 有嗎 有的 一直到193031 都有25元面值的鈔票 現在你找到一張 一張都用100萬來計 100萬 港幣嗎 是 是甚麼銀行出來了 三間銀行都有 是嗎 匯豐渣打 有你 你拿去拍賣都可以 不用找我了 那時候那些妓女 轉戰了到現在的 所謂皇后大道宗 後來就去了 春圓街大碼那裡 不過我想請教 如果我是一個十一少 現在我就 現在我就 很喜歡這位小姐 阿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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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昌盈 她說 要等多久 大約 平均要有多久 才哄到她 擺一個霸王爺宴 其實這個 看看你 什麼時候才哄到阿菇 即是我 樂答 樂答 肯培訓 要等多久 看看哪個時期 看看你迷不迷 如果那些七十鳥 覺得你迷他 盡量想掠你水 一直拖牆 以前叫做丟雞 難怪他叫丟雞 現在是丟雞 打鬚輕 丟雞 一直拖著你 讓你傾傭 然後才 傾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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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潮也不一定是省錢 對 不會省 最省是娶回家 這樣就最省 但你要娶她 你要落一筆本池 我說你隨便娶一個 是最省的 長期的性伴侶是最便宜的 回家鄉下叫做丟雞 就是最便宜的 那些最便宜的方法 其實就是這樣 那些人個個都是 等於現在香港 老老實實 講足一點 就是追名女人 或者追明星 都是一樣 你難追你才追 我可以說很多美女 是比明星更漂亮 對 你寧願追那些好過 你路上來說 但那些人就不是 喜歡名氣 而且那些紅蝦菇 很多都很聞名 在社會上聞名 對 每個鳳梨都喜歡 那位叫素媒女士 連幾個大老官都迷她 你沒得說 那些迷老官是否叫石蜜 石蜜 石蜜 是的 即是他就 當他自己一張石蜜 給那些老官紮 蛤 蛤 好生動啊 是的 那有些叫波蜜 因為當時來說 有很多足球員都很聞名 波蜜 波蜜 即是波的 給球員紮 是呀 氣子就叫做 氣子石 氣子石 我現在申請一個小壁 是呀 阿菇要走開一陣 那阿菇一會兒再回來 那兩位大少爺先聊天 是呀 好 你起身讓她走出去 好 好 好 那行不行 劉大少麻煩你 好 哈哈 哈哈 哎呀 看不到啊 那些頭髮 不要緊 不要緊 現在這位阿菇也有很多話說 哈哈 阿菇也認識很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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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後土 哈哈 撥膳 不用撥膳 兩個就不是撥膳的 這個大少爺 你的袋子在散了 大少爺轉了一張桌子 跟他款款心談的 不是撥膳的 嗯 那其實呢 那些大少爺 他要好有心機去哄 是啊 那你還要很多貴贈 過年呢 就要上去拜年 拜年啊 阿菇也煎糕給你吃 工價的啦 每一底糕就50元 那時候10元不行 那些人找5元一個月而已 50元 10個月人工 那另外呢 孔蝶瓜子出來給你呢 你又要給上錢 新年過節那些 還要派利是 上去 派雲 是啊 那另外呢 就這樣好了 那就是到5月節了 就吃種了 上去 7月呢 就燒衣了 都有份的 有份的 8月15就還不行了 大節來的嘛 那然後呢 過年了 過年了 那你要花很多錢的 那你還每天晚上又打水圍 那這樣呢 那你玩得一年半載 然後他就說 那個七十鳥就說 你可以來一次霸王爺宴 那整間妓院都裝飾了 樓下掛了大花牌 樓大少宴客之類的 那樣的情形 那那個大少 家裡 譬如有正衫 譬如有妾侍那些 都開著眼閉的 因為當時來說呢 你去嫖呢 老實說 你輸的錢是有限的 有很多人呢 就這樣的 就寧願呢 他不是想做入幕之彬的 寧願呢 就你說去去 慢慢去尋歡作樂 去玩一下 看一下東西 叫做見識一下 那些呢 叫做田雞局 田雞局 田雞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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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雞就是吉 吉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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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吉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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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 就像打水圍 譬如那套片《胭脂扣》 或者《唐西楓月》那本小說 提到《十一笑》 送一張銅的大藏,有沒有根據? 有沒有送大藏,我就不敢說 如果你當時是一個很紅的菇,你可以一個人住在一間房間 有些還有電話,有私人電話 電話不行啊 因為你認識到大機構的主管 他可以運用權力和你裝一部電話 這些是超級紅派的菇 如果戰前有部電話就不得了 在你的房間有部電話 嘩,私人電話就不得了 這個很厲害啊 這個叫德律峰 我記得我五幾年有電話 一九二幾年 即是我家裡有電話,是一九五幾年 你們就很重要 五幾年在家裡有電話 對呀,私人電話是全樓 全樓,全樓 哭爛的朋友啊 都借的了 我... 特地過來看 我寫著一本新書 拍到一張單,寫著 這間什麼什麼木箱號 電話23456 是搭用隔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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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她一個人在一間房間,有人送了一大同床給她,是不奇怪的,她還有電話 如果是很紅牌的阿菇,會不會待遇好一點,是自己一間房間,不用搭假床呢? 我剛才就說了,有些不用兩張,不用搭假床 她一個人可以住一間房間,但是當你由紅變黑,有些就直接做什麼? 要你走去就不能在唐西,就去了二、三線的房間,就去油麻地那些 油麻地那些是比較便宜的,所以很多時候,唐西去到油麻地,是很受歡迎的 而油麻地去到唐西,就幾乎去不到的,因為格格不同,升不到級 降級你去,就很多人很受歡迎 減價是比較容易的,加價就很難 但我又想聽一下另一種,就是如果她已經賣了街了 賣了街,即是說,吃井水 吃井水,這個有緣起的 因為當年最早的寄館,都在廣州,在河上高 因為她不讓你上岸,在河上高 那些花艇,花艇上高 在花艇要嫁人,要嫁上去,上岸 不再做了,不再做了,不再做了 不再做了,就要埋街吃井水 不是在河上高,所以叫埋街吃井水 現在剛才我所說的,埋街吃井水的寄養 那些寄養 但如果她在大戶裡面不開心 或者大戶不在,被大伙逼 或者她自己回來,重新再做 再做過,翻炎了 聽聞是要大孝 這是什麼規矩呢? 當我老公死了 當我老公死了 等於那些破柱 最先的柱類被人包了一個星期或十天 尖先生 其實這個字也很划算 上面就像小朋友一樣 下面就大了 已經大人了 就叫做尖先生 以前就這樣 那些再出來做 就叫做再落河 或者翻炎了 都很划算的 即是炎雞、炎豬、炎不清楚 就再炎多一次 但會不會影響她們受歡迎程度呢? 如果翻炎 看看以前你嫁過誰 如果嫁過一個很有錢人 他出來翻炎 說我拿二攤也好 拿個名攤 穿某翁的舊鞋 沒所謂 如果那個是臭明遠播 那就真的 明白 但我們剛才這樣聽 其實一個阿菇 可能她一年不是接很多個客人 我說真的提供性服務 可能很少 有些你追成年 追到她陪你睡一晚 是 但是很有趣的 其實她接客人很少 但她可能每晚都跟那些 伯伯仔 或者跟那些大老官 一齊 應該說還要貼錢 好像某大老官 她有個紅牌阿菇 二千多元 買個搏搏車送給她 是呀 蠢得呢 貼搏搏車 貼搏搏車 她有空就捧她牆 我一個朋友 做太平戲院 東住 姓如 袁幸橋 袁幸橋 現在是在多人多做醫生 她家裡的歷史都很熟 她現在的孤姐 孤馬 是一個女性來的 是呀 我也見過 她說那個時候 老渣是 思格先 還有老馬 那些人叫做老大 馬思曾 這兩個在那個年代 是最紅的 兩個最紅的大老官 大老姑,底下隻蜜都不掃 還有隻蜜是紅牌的菇 一定是最好的 即是別人的公子哥兒、大媽撒追不到的 恨到這場,他就頹手可得,不愛,用靜 那隻蜜是這樣的,為了捧大紅嶺 當時最貴的那張椅是前面第一行做大戲 有三十個位,由五元到八元 普通的那些板位是幾個先的 五元到八元,差不多一個月或者大半個月的薪金 第一行,三十個座位,他一個人包了 阿姑包了 坐在中間 其他沒有人坐的 姐妹都不用叫 他一個人坐在中間,買了三十張第一行 有很多大老姑就說 我擔起那些叫做貴妃床 或者叫做梳化床 他說今晚我擔起幾十張梳化床 有個姑娘一口氣就買了那三十張 你說那些做人家 現在也有的 那時候的社會是今時今日很難理解的 因為中國社會經常說氣子無情 看低氣子 不過是嫖子無意 記又無意 但其實他們兩個關係是很親密的 而有錢人家 我們說不論是官二代 今時今日的術語 或者是富二代 很想追求那些姑娘 那些姑娘是寄 你口頭上看不起她 但實際上你很想得到她 然後她偏偏被你最看不起的人 就是氣子 她輕賤 然後你肯定是癌癌癌癌 是的 這個關係很有趣 就是三個關係 其實當時的關係很有趣 有些有個南北行的父相 一家三代都追一個姑娘 變成三代同堂 又叫做父孫 父孫 父子三代同科 有些父子同科就已經普通了 還叫做父子同科 那姑娘怎麼拆呢 怎樣拆呢 就是這樣 大家互相瞞 到了那些 我鄭大少就改為鄭十一少 或者鄭二十一少 免得被那個爺認得到 如果有個米行的鄭大少 今晚追求余花 今晚捧余花 當然是我的臭小子 哦 因為鄭二十一少 不關我的事 那你有錢益 但是他三個都接到霸王夜宴 不會 霸王夜宴是分開來做的 可能有些是乾磚石斑 但有些是真的 他陪三代父孫三代 都陪睡都還沒頂 沒有所謂 看看他們的遺傳是怎樣 很頂心 還有我想問一些很汁的細節 就是 在我未感嘆之前 我先問一些正經的問題 正經的問題就是 終於被鄭大少 擺了霸王夜宴 是的 那他有沒有限制他的時效性 譬如說你只有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是步飛任食 還是他只有一次 因為阿菇很累 霸王夜宴其實是這樣的 很多人吃得乾磚石斑 尾後就要那些七十鳥 擔保 我和你洗了這次 算了上一次就算了 下一次 你一定要叫那位余花 一定要做入獲之賓 要不然我走來 帶人封艇拆檔 他搞他都很容易 找些煤炭菇梨走上去 是 是 整官租了 找些粗人上去 戀身大汗 搞死你 其實 當然 好像我剛才跟次官說的一樣 有些人追了你一整年 他都花了一千上萬 現在一百幾十萬 你做的七十鳥 為了職業 為了維護你這間紀院的聲譽 都應該 讓他睡一晚 反正也不是一個龜婆陪他睡 有所謂 叫菇睡 菇出來做的都是要的 你都不要玩得那麼盡 但是菇跟那位大少爺睡的時候 我們知道那個流程 就是先放到頭圍 頭圍之後等到尾圍 這個八王夜宴也是這樣 八王夜宴應該也是一次的 沒有頭圍 沒有頭尾 因為都有很多儀式玩 樓下那裡 還有張登鐵彩 好像差不多 你現在結婚 在酒樓擺酒 有些樂隊 有客人進去就吹 現在就是殯儀館 哈哈哈哈哈哈 快要死 有兩個開路神的公仔在樓下 周志賢出殯那些 是嗎 紅白二線 有一個還在晚上燒炮獎 搞到你不是農曆新年之間燒炮獎 華文政務司 派警察老爺走去立刻罰 哈哈哈哈 好啦 現在我當霸王夜宴 你當是八點鐘 應該八九點十點 我相信玩到一點都散席 然後就跟阿菇去酒店 雙宿雙妻 酒店就是現在我們理解的那種酒店 其實當時石塘咀在妓院旁邊 都有很多間酒店 所謂酒店都是現在四層高的唐樓 西式還是唐式 應該都是唐式的 這樣情形 沒有冷氣 沒有冷氣的 熱死 有風扇 有風扇 其實酒店我相信 六十年代 大家都記得了 在船頭館旁邊的酒店都很多 是的 我記得 比較高檔的就是大東酒店 還有新光酒店 就是現在西港城旁邊 你可以去那些高檔的酒店 租房間 跟阿菇在那裡雙宿雙妻 那阿菇陪那位霸王夜宴 又追了他一年多 終於肯跟他睡 那有沒有說是睡幾多個小時 一晚 睡到天亮 睡到天亮 但有沒有說裡面是幾多次 即是我們問白一點 沒有那麼清楚 即是問白一點 沒有那麼清楚 沒有那麼清楚 即是會不會阿菇說不行 只有一次而已 我很累 我不肯 那我相信這些是你們兩個 兩情相悅的 這些東西 喜歡你就 回開二三度 任你 那看你能力做不做得到 沒錯 爺 爺孫 和爺 和阿富 和阿孫 當然是選個孫 我也是選了孫 爺 真的一次都不行 阿爺多追多幾年 都快死了 還有一樣 當時你這樣說 無論阿爺 阿父 和阿孫 都一定要人家稱為大少 也稱為少 90歲 都叫做少 如果你說稱呼他 鄭老爺 就免斥不打 生氣 老爺不是你叫的 老爺不是你叫的 老爺是你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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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你叫的 所以你當時 什麼少 照顧我那個 就叫我老爸是少爺 叫我做官 所以是次官 至今 他只要我做大官 因為我是大仔 因為他叫大官 每個人叫大官 次官是另一個人叫的 他自認自己 好像是我家的妹妹 這樣就很謙虛 只有他懂得叫 發明這個叫法 就是迪波賴 就是謝霆峰的媽媽 第一個叫我次官 他很謙卑 自認是你家的下人 很聖位 所以很聖位 大家就懂得這些規矩 非常厲害 很佩服 全都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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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給大家叫你次官 但他不明白那名官 是什麼意思 でも不明白 以前是大官 是的 因為家裡的大兒子,他不是叫老爺,是叫少爺 叫我大老母是少爺,是少爺 大少爺、二少爺 他就叫我做大官 那誰會被稱呼老爺呢? 他爸爸 即是你爸爸的爸爸? 不在了 到我變成少爺的時候 譬如我娶老婆 他就是老爺,升級了 他就變老爺,你爸爸就變老爺 那你兒子就變官了 沒錯,三代是這樣 那我又想問 那天聽你說的,有個名詞很有趣 叫四方邊頂 為什麼叫四方,不是石士帽 不是石士帽 因為邊頂就是帽 你看到以前的驚喜 那些冤大頭、老襯 就是帶頂四方帽 對呀 老襯帽 那些老襯,冤大頭 就是帶頂四方的帽 以前那些人叫那頂帽 叫邊頂 以前是一條邊的 邊上面,蓋著邊的就叫頂 邊頂,所以叫四方邊頂 這個意思就是,他是個冤大頭 是個傻子 好,其實這句就是以前 我六七十年代做銀業那時候 四方邊頂這個名字 也都在銀業界都很流行 是什麼意思就是 被人騙了 或者買一批東西買貴了 或者炒外匯被人線一線一鑊 就做了四方邊頂 對呀 七十年代的銀業界都是這樣說的 但在妓院那裏 當時四方邊頂 帶博士帽 帶火水罐 做好流行 以前有些火水罐 還有油罐都是四方的 哦 四方的那些 以前那些什麼花生油 都是四方的 一罐那麼高的 哦 有些人就是 鑽通了 就是在罐那裏 鑽了一個面 然後整條木柄在那裏 就用來做碗水的 哦,記得 雲水前就是這些 1963年 製水的時候 很多人用這些油罐、火水罐 用來碗水的 是四方的 所以就叫做大火水罐 大博士帽 四方邊頂 都是在唐西 被人找到老襯的老襯 哦 沒有意思是叫做老襯 老襯 就叫做四方邊頂 四方邊頂 哦,明白 或者這個大博士帽 大博士帽 以前那個賊帽 我很好奇 是 就像現在我們 我們去做指甲 我又會問一下指甲的女生 收到多少錢 你其實收到多少錢 是 他被人按摩也會問問他 以前我們聽到 說 原來一個公子戈儀 或者一個大官貴人 大媽撒 為了追加一個紅牌 阿菇 是傾家蕩 沉洗很多次 插漲 但其實多少是落到阿菇手上呢 有幾種身份 有些叫做公主申 所謂公主申 就自小的 她是小妹 那時候 老母 老母 賣斷了給那個龜婆 那整個小孩都要給那個龜婆操縱 你賺多少錢 都是那個龜婆收的 即是等於賣新的了 賣新的了 賣新的了 有些就這樣 叫做打火忌 即是叫做簽合約 即是 假如我喜歡 進去你那間 妓院那裏做 做妓女 大家說明賊賬 說明賊賬 三、七、六、四、八、二 是 這樣就有一樣 我們上次也提到 有張叫做Kai 那張叫做花毡 當時的花毡是一元的 即是一元雞 一元Kai 一元Kai 一元雞 那張一元雞 一般來說 都是妓女 和妓院每人一半 即是五號 五號 有時一晚 就清亭點水式 他都接到很多張Kai 那他只收Kai 都已經有幾元一晚 對呀 挺好 那時候幾元 等於很多人的 整個月薪金 五元 五元一個月 最低層的五元一個月 一晚已經找到一個月薪金 只是收Kai 不計算打水圍 打水圍很可能 就是看看你漂亮不漂亮 你的耳駕能力多少 就和那個七十鳥 大家四六或者三七 再分 再分 當然 霸王爺宴 那晚那個大少爺 可能花了五百元 或者七百元 又是照分 那些菜式之外 是的 成本費 是的 成本費 我想問一下 放霸王爺宴 或者剛才所說的 投衛美圍那種 他在酒樓 還是在妓院自己裡面 霸王爺宴 多數是在妓院 投衛美圍那些 有後土培那些 多數是在酒樓 是的 其實妓院要養很多人 要養一班廚師 是的 妓院 一般來說 有七八十個妓女 另外還有很多工作人員 包括有幾個叫龜爪 就站在舖面那裡 那些所謂龜爪 石嬌 石嬌 那些打手 石嬌 就是怕那些人有去搗亂 還有怕那些妓女走雞 因為有很多就是那些公主身那些 她一世都脫連到苦海 有些是走的 防止你走雞 還有一些叫做療口阿嫂 是的 那些是陪妓女走去 即是清亭點水 有個療口阿嫂陪住 亦都會捉緊 看緊你 怕你也怕你走 是的 那個叫阿菇 是的 是的 多數那些療口阿嫂 就由老一些的阿菇來做 嗯 亦都有一些叫近身 就陪著那個阿菇 亦都是貼身跟著她 接著有一兩個叫廳等 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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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公關主任 是 亦都是那些退役的阿菇 用來做的這個廳等 都是有幾分知識 是嗎 當然也是八面玲珑 是的 一定是八面玲珑 假如那個做霸王夜宴 有些鄭大笑臨時縮沙都有 有有有 想到 嘩死了 今晚要花幾百元 突然間 荷包凍丁 上不到去的 還有老婆發惡 是的 老婆發惡 是的 那些縮沙沒有去到 那些訂金就賺了 訂金我相信 以前花了這麼多錢都賺了 是的 不要說訂金 一百勾銷的 那就 好了 他臨時就要找另一個了 鄭大笑臨沒有空 我先去捉個次官 買了一些雞或魚怎麼辦 是的 捉個次官來 這樣就叫做 這些叫做 沒有美廳 即是沒有人接的 我不讓你接觸 今晚 如果你來包母美廳 你不用500元 半價 或者六折 三個水 可能阿菇就陪你今晚 你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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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撈飯 拿二灘 或者是撿死雞 真的要撿死雞 很便宜 這樣就要那個廳等 撿死雞 這樣就要那個廳等 八面玲珑 找到一個次官去拿鄭大笑的二灘 我想這一個拿二灘都不困難 甚麼困難呢 就是那些打水圍 是 可能拿著不走 也 或者是乾煎石斑 那些 很不服氣 你真的要好好 你要管理這個P.R.Crisis 公關災難 或關公災難 其實當時就這樣說 其實唐西都是那些二少爺 十一少爺 二十一少爺 還慣妓女 其實政府有一個公嫁 是嗎 當時來說 有些叫三六仔 有些叫二四仔 有些叫半師名 三六仔 政府規定 你就是公嫁 提議你的收費 就是三兩六 所謂三兩六 就是每個銀丸是七千二分 三兩六就是五元 五個銀丸 他原則上 就要你五個銀丸 就是他的妓女 陪你睡一晚 但是 五個銀丸 當時也是一個月薪金 這樣你睡一晚 就不見了一個月薪金 你根本都幾乎痛 但是 但是 個個都故作大方狀 我們算一算 如果以今時今日最低工資來講 人工是多少錢 最多一四十元 三十多元 一個月 一萬多元 你想想 你要找到一個阿菇跟你睡 如果政府規定 都要整個月人工 等於今時今日你要給一萬多元 阿菇才會跟你睡 是啊 其實都已經很貴了 是啊 但是還要是還沒得 還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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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們還沒得到他 理論上來說 他應該是陪你睡的 但他不陪你睡 你都照顧 你照顧 你照顧就行了 這樣就可以了 市場主導 其實政府就不是規定你要來這裡 你不來這裡 你走去油麻地那些 十多元 即晚封上 政府沒理由規定到 什麼要這樣做 你可以即晚封上 現在不是 現在政府什麼都規定了 同時不同 有些彈性 你可以去到的 有些是石騎樓 兩三毫子 是啊 我看你本書 畫上圖 下面有一些二厘館 是啊 還是很便宜的 有些是石騎樓 兩三毫子 搞到有個很美的 十幾歲 剛剛初出道 哇 排散長龍 變了有些人在門口 猛地拍門 喂 爽手了 也有的 為什麼你剛才那個很美的 十幾歲的阿菇 為什麼不去石堂咀做呢 那時候 機不擇食 或者那個老爸老母 隨便有人捉了他 他就給了他 誰知他 他就真是明珠暗頭 後來 也有人 就看對了 就捉回石堂咀做 什麼 新價十倍 新價十倍 這個就是很難得的 可以有一個很便宜 升價的 是啊 你說由麻地去石堂咀很難 你看回家 無論是上海 或者是香港 廣州 所謂的阿菇 其實用現在眼光看不太漂亮 是 現在看到剛才看到 蔡金花的照片 都不太漂亮 但是呢 其實那時候 我有本櫛珠 拍了很多阿菇的照片 我看過你 其實當時看到 素梅是更漂亮的 素梅更漂亮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兩個大佬官呢 都是追她的 那時候就這樣 那個素梅是更漂亮的 還有呢 那時候呢 很多時候要講 有沒有質素 就是說呢 這個妓女除了 正說四美德 還要文學上 詩詞歌婦 畫畫寫字 這些要講到差不多 蝕圖那些 是的 要有一個傳統的 要有一個傳統的 差飲唱靚 是 差飲唱靚 之外還有什麼本事 要看看你其他本事 還有沒有氣質 有什麼氣質 就是好像那晚說 有大家封無清流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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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難的 走到出來的大家歸秀 我想說一個親身例子 給大家聽好不好 是 我呢 現在我住在銅鑼灣 我小時候陪我媽媽來打麻將 是 都是這條街 是 然後呢 我媽媽就說 有個美女很美女的 是 你認得她了 她叫什麼名字 你下次見到她 你叫她什麼什麼姐姐 是 我媽媽就打牌 我小女兒就永遠坐在後面 很悶 麻將有隻雞 然後有幾多蜜 都蜜 然後我就很悶 然後我就很期待 我媽媽說這個美女 是 然後我媽媽就說 美女來了 然後叫我叫她姐姐 我看到她真的很美女 而且很脫俗 完全不像今天 我們看到那些 農之軸粉 肉之軸粉 戴了大眼階 然後很大排眼睫毛 很濃妝 現在的女生都很美 但是我當日看到那個姐姐 更美 更美 很淡妝 其實 很淡妝 很淡妝 絕對是 絕對是 我想說 我媽媽就跟我說 你知不知道 你猜不到 她是中國城的小姐 中國城的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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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是中國城的小姐 都是很高檔 我小時候 我想我十歲八歲 那你小時候真的很多 是 中國城的小姐 然後她經常說 我老公什麼 我媽媽就說 其實那個不是真的她老公 是一個有錢人 包了她 但是她都對她很好 後來跟她生了一個兒子 我媽媽說 是不是猜不到 戲裏面的那些風塵女子 全部都又吸煙又吞腳 然後很粗俗 但是你看她 完全猜不到 她有氣質過 我們見到大部分的女生 所以你剛才一說 無清流雜 有大家風 我就馬上想起這個女生 以前的訓練 其實當時很多都有 很多都有 有很多在妒忌 甚至是在那間叫做 杜魯寺 東方舞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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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都挺漂亮的 富士 後來新加美 這個就是 灣仔很多 新帕拉沙 大舞廳 最漂亮都是杜魯寺 杜魯寺 我記得我大了很多 是的 是的 我年輕的時候 我的同學 就來灣仔旅行 真的旅行 真的旅行 看觀光 觀光 就在炸菲 看對面 舊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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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來最好呢 五點半到六點 看他們上班 對 下來吃飯 客人下來吃晚飯 是很早吃的 我那個年代 你那個年代 七點鐘就慘了 沒錯 下來各個穿旗袍 很漂亮 風度 很好 把手袋走兩步路 哇 我們年輕人十五六歲 已經穩妥 穩妥 好像看到蘇菲亞羅蘭 上到心爛 不得了 上到心爛 沒錯 就是當時看到杜魯智小姐 就是穿旗袍 那是穿旗袍的 沒有人穿西裙 那時候穿旗袍 我都知道 那些人就形容 好像我剛才說 用花瓶來形容 是很漂亮的 是很漂亮 而且穿高跟鞋 即是高跟鞋 就不像現在的人 穿不到高跟鞋 現在我在街上 看到很多人穿 女生穿高跟鞋 是不會穿的 不會穿的 以前 不要說 即不是得罪說 有很多鞭精俗家的女招袋 根本差不多都很漂亮 是啊 你想像不到 是啊 真的 那些女招袋 是特別請回來 穿旗袍 和漂亮 和代人節物 很有禮物 有些去飲宴的人 自殘認威 看到那些女招袋 他穿旗袍很漂亮 當時來說 老闆規定他 經常都要墊頭髮 墊得很漂亮 不是說 以後那些 國產經營 穿旗袍 越穿越嚴重 開高叉 開高叉 開到不知哪裏 人家以前的旗袍 你看到醫療很貴 那些積感 是啊 是啊 但是其實 那些人說 因為我曾經做過一個節目 很多年前 究竟女生怎樣才漂亮呢 怎樣才性感 有性感 各有各的說法 現在的人會想到 低胸 事業線 或者很謹慎 其實我發覺 旗袍是一個 很萬妙的 即是 它是很令人 即是 它包得很實的 其實 不要理會那個叉 叉就算不高 可以看到它的身材 是啊 很顯然 女性 很欺負人穿 因為你真的穿不到 就穿不到 穿不到 旗袍是第一個 你覺得很神奇 因為它這麼密實 但可以穿得女性這麼漂亮 第二個也是很漂亮的 但大家未必會聯想到 即是印度的莎莉 印度的莎莉 其實它的上面 好像一個 tube top 下面就包著裙子 然後一塊布 就包著 這個 就是要找一個很漂亮的 印度女性 很有腰 穿才漂亮 它又不用扣這麼多樓 是啊 而且它這塊布 浮浮漿漿漿 一時又露到一點 一時又露不到一點 等有露到那個 中間 如果好聽一點 就是腰肉 如果好聽一點 叫做車胎 是啊 如果我見過最漂亮的女生 是印度女生 我以前見過兩個 都很漂亮的女生 很有氣質的 也很有錢的 印度女生 瘦瘦的 她不會迷信 因為家庭很富有 不會迷信 嫁的老公一定要吃肥 老公才有面子 因為她本身已經是富家 有錢 所以她們會保持得很漂亮 氣質又很好 談到很斯文 穿那些灑都很美 這個真的 中國 我看過一次 就是叫做民族服裝 是 中國有67種民族的服裝 真的大部份 穿在民族服裝 小數民族的姑娘 是真的好看的 就是她們的民族服裝 很表達到女性的體態上的味道 還有呢 即使是一些叫做 很少的民族 即是荒曬野 苗族 異族 但是呢 她仍然有她那種風度 那種味道 那種味道 是和服的 是和服的 是很神奇的 你扎到一種種 腰應該是很小的 但偏偏的位置 特別長大 而且又包到 什麼線條都看不到 為何穿到女人這麼漂亮 這個很難戴 這就是三種服裝 都是東方的 不過有時候 我亦都說回頭 在四、五十年代 因為有些唐裝衫褲 有些黑膠醜 有些真的拍得過女士 很漂亮的 是呀 那些唐裝衫褲 如果她的身材是苗條的 就是穿那些唐裝衫 也是很漂亮的 我相信可以跟她比得 穿旗袍 穿衣服 現在都在街上見不到唐裝衫褲 幾年前都興起的 就是黑膠醜 十幾年前 不知為何突然有些黑膠醜 現在又沒有了 又不興了 不興了 我覺得跟體態有關 主要都是體態 現在的女士 一味就說要瘦瘦瘦瘦 就是平板 跟著一條 即他們覺得很直線 就是漂亮的 你又回到三十年代那一陣子 不是說前後 跟著風型有志 又不是覺得是這樣 最後一刻都是看體態 我們年老 就看上去 就未必看過樣子 看上去成身 這個風吻 這個很重要 三十年代有一個口號 叫做天羽 即是不要紮到她的 是呀 天羽 天羽運動 是呀 是呀 我聽說 但是我大老母 經常有些清朝女人 有另一個說法 是 她說 男人宇大為成相 是 男人的宇大就是成相 女人宇大就是不慘 叫撥虎娘 哈哈哈哈 所以整個俄羅斯都是撥虎娘 哈哈哈哈 我這樣問 那你大老母 是不是大雨娘 西都無論 所以這樣說 哈哈哈哈 她當然這樣說 但是那時候 就是 那時候清朝 他們 因為大老母 是西關人 西關小姐 西關小姐自然 看少很多 這些 那些 蝦那麼大的鼻 對 蝦那麼大的鼻 吃東西是很刁頭的 是的 我們幾次在電台 那位 Eric 經常說 他有什麼菜好吃 是 是 說到西關菜 我說 這個我吃過 那樣我家經常吃 那樣土糧魚 經常吃 不知道什麼 哇 你這麼大的鼻 我不是大鼻 我真的 餐餐吃西關菜 我大老母 煮飯 他煮飯 餐餐都是西關菜 他不會煮別的 他不會煮別的 那些 他自小吃那些 不是牙刷 不是沙塵 現在就吃那些菜 是日常菜 我也是跟你差不多 我老爸以前是西關人 破洛大少 我媽媽是順德人 土糧魚就乾了 吃那些東西 羊糧魚之類 那些 所謂鳳城阿菇 鳳城阿菇 但是我們那一晚 唐西風月宴 食材當然很誇張 是 一輩子沒見過一頭包 雖然南非也很厲害 然後海參 整個手臂 很厲害 你發覺這個食色性 都放在一起 吃飽才會有夏文 對 飽暖絲 淫慾 還有 去到這個英雄地 去到楓月 當然英雄地 是 就不計銀子 還跟你 俗毫子 算哪樣貴 哪樣貴 那些什麼 那個手巾 他都做出來 雙零零那個 抹嘴 給你 一搶 即是說 要你鐵士 有些就這樣 供應毛巾拖鞋給你 那些叫做毛巾大少 拖鞋大少 那些 阿菇親子 供應給你 你就是傲視同齊 這些就是這樣 即是別個沒有 你有 對 如果有些後土帶過去 那你當然是 整晚飄飄然 哇 威水 是啊 其實我現在聽下去 我覺得 那時候的唐西 那個文化 他很聰明的地方 是在於他不是 一來就讓你去到戲肉 是啊 即是編劇的次官 你一定是 你一來就劇透 是不行的 那他看一來就去到 不是這個去到廟街 塞街那些 失去那個文化 他就是要你 過程裏面 欲擒故縱 是啊 得到又得不到 所以有一句叫 追不如 偷不如偷不著 是啊 你這麼容易偷著 是什麼人 還有為什麼 這個之前我們一抽的 妻不如妾 妾不如妓 妾不如妓 妾不如偷 是啊 偷不如偷不著 是啊 為什麼 就是因為 就是這樣 他滿足了 抓到你的心理 人性 他抓到人性 但是這個 真的 很有趣味 為什麼 如果是易得的 你也沒有什麼興趣 是啊 還有 男人那種 天生狩獵者 那種本性 想追求 想得到 但是他也 譬如你說 獅子、柴狼、老虎 他也不會去擔一個死了的動物 一定會選擇整批羊裡面 最跳脫 最生猛的 當然 就去撲 撲的過程裡面 很辛苦 貓也是 捉老鼠不會馬上捉 玩到牠累了 不是牠累了 老鼠累了 蟑螂有見 沒錯 那牠倆會刺牠 牠跟牠鬥慢累 對 而且鬥長命 你見到貓玩老鼠就明白了 或者是貓玩蟑螂 牠玩過程 牠就是按你一下 然後放你走 你以為你有生機 牠就按多你一下 然後撲撲撲撲撲 又不弄死你 不弄死你 我聽過那些很厲害的女生 她就是要她老公 當年追求她 就好像一隻蟑螂 給牠那隻貓 玩到借 但是她老公是她老闆 她老公是她的頂頭上司 都被她玩殘 高層淫魔 就被她這個小職 修復了 修復了 就並不是因為妥妥貼貼 並不是 就是因為偏偏 玩到你欲禽固中 你以為自己得米 其實又不行 約了你臨時放飛機 等於乾煎石斑 根本就是掌握了這個男人 天性 修獵者的本能 這個就是整個唐溪的 是 如果不是 你可以就去 油麻地 不需要去唐溪 就是這樣 你知道嗎 今時今日 我跟她的女生朋友 現在的女生真的蠢 我告訴你 真的蠢 完全沒有當名唐溪阿菇 那種厲害 現在的女生漂亮很多 你看看照片 她就不在寬場 但是她完全明白不到 這時候唐溪阿菇 沒有那麼漂亮 現在的女生很漂亮 但是完全掌握不到 那種心理 好啊 今天真的很感謝 鄭大師 不要這麼客氣 下次再來行不行 好啊 好開心 我們那天 很多漏了的東西 說多一點下次 好啊 拜拜 拜拜